道理越讲越明白 真相越滑越清楚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七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露桥女士,露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下台湾方面 现在看到最新的消息 荷兰方面出手非常快 现在看到他国会里面在12号是以147票对3票压倒性的方式通过了一个议案 就是反对中国方面,也就是说中共 扭曲联合国大会的第2758号拳议案 要求政府在欧盟内寻求支持并且推动台湾 参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这是一个震撼弹来的 从这方面开始讲台湾 今天台湾其实也有很多东西 包括了这个 众议院也通过了法案支持台湾 怎么看这段时间对台湾的支持露桥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向大家介绍 今期节目的赞助商 在健康520网站 它里面有一款食疗补充品 叫三高代謝宝 知道每天大家非常忙碌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的健康 而三高问题是非常常见 亦非常普遍 而很多时候身体出现了问题 都是因为代謝失调而造成 而三高代謝宝 正是为这些患有高血痛 高血压 高血脂的朋友 特别介绍出来的食疗补充品 我们近期收到不少客户的反馈 他们用了这个产品之后 在身体康复方面 有相当不错的改善 三高代謝宝是融合了多种的天然成分 研制而成 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 如果你觉得有病一定要去看医生 这是食疗补充品 不是药物 想深入了解这个产品 请点击下方健康520网站的连接 或直接打他们的 北美二线电话去咨询一下 希望三高代謝宝可以成为 你健康路上的好伙伴 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是的 我记得在我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就说了美国通过很多的议案 就是抗中平台的 其中一个听众或者观众 就讲话一增见血 他说这些这么多议案 都不够在2758号议案里面有突破 我觉得这位听众他非常之sharp 就是一眼就看出什么是最重要的 但是就在他留了这个留言之后 今天就有好消息 荷兰议会就是9月12号 以147比3的票数 通过有关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 决议的动议 荷兰议会就要求政府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积极推动这个立场 并且要求政府在欧盟里面 寻求荷兰这个做法的支持 那就是很厉害不但自己通过了这个议案 还要联合国和欧盟支持 联合国我们就不敢有什么奢望 基本上中共的小兄弟都在那里 但是欧盟是非常之可能的 讲讲一个荷兰的 他的议员其实就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就是IPAC 英文是 The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是这个组织的主席来的 这个组织是2020年成立 是来自全世界40个国家的议会 这些国家都是已经发展了的国家 大部分是西方的国家 大约有250名议员 他们组成这个国际联盟 在2020年就组成了 那么多议会的议员组成 他们想做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要抑制中共的崛起 觉得中共他们是不遵守规则 不遵守人权 就对世界造成很大的威胁 所以就搞了一个这样的IPAC 一个这样的议会 那这一位荷兰的议员 这次他提出这个动议 就刚刚是这一次议会的共同主席 那他究竟说什么呢 2758号以外很多人很熟 但是这里也有可能听众 也不是说太关心台湾那方面的情况 这里还是要讲一讲 其实这一次荷兰的动议就说得很清楚了 他说1971年的联合国 第2758号决议案 他们通过了 当时通过了 它处理的是中共的外交地位 当时也都决定了中共在联合国 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但是在这个议案里面就没有裁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拥有台湾的主权的 也都没有对台湾未来参加联合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做出任何的决定 但是这个决议案出来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 他就利用了这个议案就说台湾是属于他的 这个决议案正是被中共利用来阻撓台湾的外交代表权 这次是荷兰出面做这件事 当然荷兰不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澳洲 我们其实以前提过 但是这次荷兰出面做这件事 也都是对台湾和对荷兰本身的意义都很大 因为台湾和荷兰的渊源可以追溯到400年前 荷兰曾经是统治过台湾的 它是1624年到1662年是统治过台湾的 当时来说台湾就借着东印度公司 去到台湾就在当地征收税款推动农业发展 还有鼓励福建和广东的汉人移民来台湾的 当时来说主要就是增加当地的劳动力 荷兰人也促进了台湾和外部世界的接触 特别就是台湾的基督教 在当年荷兰人是介绍给台湾的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 他们就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荷兰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荷兰在台湾统治很短的时间 只有38年 直到1662年就是 郑成功率军队击败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台湾就变回汉属 就不再是荷兰的殖民地了 但是荷兰当时在台湾的建设都是很多的 包括了它的国际贸易 信仰方面 基督教的引入 还有文化的交流 还有移民的政策 因为当时说荷兰是很鼓励 台湾接受移民的 现在来说荷兰 大家都知道它是晶片的光刻机 它们是制造的 是在这个晶片和台湾的合作也都有很多的 所以这次由荷兰来说这件事 通过这件事 是对台湾和荷兰都是很有意义的 前一段时间就是澳洲了 澳洲我们当时都评论过 它非常之勇敢 澳洲是第一个国家 它和台湾都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 它们也都通过同样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突然通过这么多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是7月份 这个IPAC就在台湾举行过年会 当时说就有24个国家的议会的议员参加 那在台湾大家就决议话 我们对这个2758号决议案 要有正确的全疫 不能够再给中共利用来打压台湾 那24个国家是签了名的了 在那个声明里面 那台湾在今次也都是被正式 这个IPAC接纳为联盟的成员 那你想想 24个国家已经签了同一个宣言 就是说除了澳洲和荷兰以外 慢慢会有更多的国家 都会对这个2758号的决议案 是作出裁决的 在一个议会或者叫国会的那个层次里面 是作出这个这样的裁决的 那就是对中共来说 就是很根深蒂固 就是非常之根本这样断绝了 它说台湾是它的这种这样的讲法 那这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就是中共也觉得是很不妥的 就是说一旦大家觉得台湾不是中共的话 那如果是中共去侵台的时候 这些国家就名正言顺 这样去可以帮台湾 因为如果一天台湾是中共的 大家都是这样觉得的话 那出兵就很难了 因为你知道人家的内政 你没办法去干涉的 怎么样打到它自己国家的事 但是当台湾不是中共的一部分的时候 那怎么样帮台湾 都是明正言顺的 那所以在法理上 就是中共就输的了 在这件事就很大件事 那还有呢 我们现在常常都觉得 阿賴清德呢 在每一个场合都在那里说 台湾和中共是互不提熟 是吧 我们常常都听她这么说 任何场合 以前蔡英文就是重大的 公开的会议等等 都偶然说一两次 但是赖清德就不是 大家注意一下她 去到哪里她都这么说 这个也是赖清德 她可以说是很聪明的地方 她就是要台湾人都承认这个事实 都要明白这个事实 西方是这样看 台湾是这样看 最终我就觉得大家有了这个共识 事情就容易很多了 整件事就好像温水煮青蛙那样 一开始就是澳洲 跟着荷兰 跟着其他国家 我们都会说是 其他国家都是在做这件事的 那你刚才说的 这个荷兰也好 欧洲也好 澳洲也好 那美国在这个2758号 决议案方面有没有做到事 有的 那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 在7月25号 就无意义地通过了 叫做《台湾国际团结法》 那它主要就是 要台湾不要这么孤立 它还要搞清楚 这个决议案 要搞清楚 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 究竟是什么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究竟代不代表 就是台湾 就要搞清这些东西 搞清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那所以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美国也是IPAT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其实就已经是 众议院通过了 不过在参议院来说 现在还在参议院的手里面 还没完全通过 那所以我们就是要看了 这个但美国已经做了事的了 那中共国台办的发言人 陈斌华呢 就当然非常不高兴了 那就大闹了 比如说民进党就是 这个恶意歪曲 这个联大的第2758号决议案 就是说这个 它的目的是为台独造势 破坏国际社会 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这样 那其实他说到说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连这个东西现在来说 都是开始是动摇着的 我们可以给一些证据 那就是民进党党 党全干事吴思瑶 他就在立法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里面就说 他说今天这个国台办 也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大蝙蝠这样在那里说 2758号决议案 那就其实显示了中共真的很急 中共知道这件事很大 但是吴思瑶就说 现在国际就形成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这样去解读2758号决议案 就是说这个中共不拥有台湾 就是这样了 这个是一个新趋势来的 世界各国国家 就是对台湾的支持 从这件事里面就知道 你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 那这就是台湾的民进党的党团 那个总干事讲的说话 那你就美国这几天 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都说了 美国众议院就通过了 台湾冲突阻吓法案 就是说如果你敢打台湾 我就会把你最高 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最高的官 爆了你们全世界的资产 爆了你家人在全世界的资产 冻结你们在美国的资产 不准你使用美国的金融体系 这些可以说最高层级的一个这样的 你说恐吓什么都可以说 那接着呢 两天前了 就总议院再通过一个叫做抗中挺台法案 就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那就田立西州议员 叫做Andy Ogles 他在国会里面说 他说美国几十年来 对中共都是采取一个很软弱的政策 最终就害到自己 他说在2019年爆发新冠疫情之后 台湾是第一个警告世界卫生组织的 就说中国大陆可能就发生了这个新冠疫情 大家要注意 当时什么人都不理台湾 但台湾是最早的 那后来世界卫生组织还说 没事啊 举了很多证据啊 这样 结果就令到美国失去了很多个礼拜的时间 那令到这个新冠疫情就在全美国展开 甚至在全世界展开 所以一定要把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那这件事就不止说是美国国会本身 那就是美国副国务卿Kirb Campbell 和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 他叫做Stefano Salino 也都是在刚两天之前 在这个美国欧盟中国议题对话高峰会里面 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说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就说要促进这个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这些国际组织 不过这个这样的声明并不是有什么特别 它最特别的就是跟去年的声明相比 今年的声明是不见了一个中国政策这几个字 他们不再说我们承认一个中国政策 没有这几个字 那我们从这些这样的细微的变化就知道 温水煮青蛙这样 就是对中共世界上怎么去对它呢 就是慢慢慢慢将它认为很重要的东西 一样一样削减 你很紧张一个中国政策吗 现在我们不提 你很紧张2758号决议案 说明说中共是拥有台湾呢 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国家去拆你这种这样的说法 我们跟着还有国家会继续这样做 因为现在来说就荷兰 澳洲 美国都有行动了 那跟着还有20几个国家签了的呢 他们回来会做事 那情况就是这样了 那近年来呢 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呢 在台湾问题上呢 欧美国家是非常之积极的 那跟他们呢 一开始不出声 到现在呢 这么积极推进 跟台湾的关系 甚至乎是台湾的身份认同 这种做法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做呢 跟什么有关呢 这个当然台湾我们都说了很多 就是他现在是科技立国 就是他的台积电 他很多的AI 他的人工智能 他的最高阶的这个电片 我们说了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 整个蔡英文的主导 台湾过去8年 在外交上的确是成绩匪然的 台湾是整个经济的转型 就由蔡英文的时期开始 当时讲呢 就是跟中共的贸易 在最高峰的时候呢 是占了台湾的贸易的80几个百分比 是这么厉害的 那蔡英文很早就 他做总统的初期就说 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 这么依赖中共的做法 我们要有新南向的计划 他新南向其实就向东南亚 东协那些 但是没有想到台湾的台积电 他们的很多的这方面的半导体的成就 他们的产品 也都是受到全世界其他国家的 很多的赞赏 很多的他们向台湾去买 那么就来看看台湾的经济 就好得不得了的 那么就在马英九时代 他最后将权交给蔡英文的时候 台湾股票加权指数 只不过是8000点而已 而现在来说 我昨天就查了一下 就是21000点 就8年之间 就差不多3倍 324 现在未到24下 就这么厉害 那么再看看2024年 上半年 就是台湾对美国的出口 2024年上半年 对美国的贸易是521.1亿美元 就是年增率是达到60.6% 那么对东协出口就是年增率达到22.6% 这些是从来没试过这么高的 那么跟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呢 就是年减2.2% 虽然减不是说太多 但你看看他对美国和对东盟 他就是增加到这样的地步 那么相迎之下 你就会知道中国和香港 他们的贸易和台湾是慢慢慢慢的 越来越不成比例的了 那么台湾前6个月 就是2024年前6个月 对中港的出口 占它总出口的31.2% 那么看来都不是太差了 但是就是在马英九时代 是80几个percent的 台湾几乎就被中国大陆买了 所有的出口 百分之80几去到中国的 现在不是已经降到31.2% 那么对美国的出口呢 就占了23.2% 是24年以来是最高的 那么美国也成为台湾第二大的出口市场 那么就此消彼长 你能够看得到呢 台湾已经不再那么依赖中共 但是对美国的贸易额是不停的 惊人地上升的 这个就是现在的现况 那么另外就是他们的 就是都很多顺差 就是它在八月来说 进出口互相抵消之后 就已经有1,104.9亿美元的 这个这样的顺差的 那么财政部已经说了 台湾的九月份呢 就是那个出口会更加增长 大概增长5-9% 就是主要都是去欧美的 去美国的 那么台湾主要 现在说了是科技 就是立国 那么他们的人工智能 他们的晶片 他们的半导体的设备 这些全部都是台湾的专项 从这些数字看得出 蔡英文当年的计划 现在来说已经是去收取果实的时候 那就是台湾和中共也都是脱欧 这个甚至不可以说温水煮青蛙 而是热水煮青蛙 或者是非常之高的速度 用美国来代替代替了中国大陆 那么所以这一点来说 我们觉得是台湾 如果你经济是很棒的 找到真真正正的伙伴 对这个国家有益的伙伴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那么说起经济 当然跟执政有关 蔡英文将经营的方式 或者是总统的操作方式 承传给赖清德 赖清德 刚才你也说了 他在2758日决议案 或者是表现台湾方面 其实做得不错的 之前你也说了 执政100日之后的一种表现 或者是看到的情况 那究竟赖清德他的执政 你怎么看呢 他在8月27日进入执政的第一百日 那台湾的美丽岛电子部 就是有个文章 就显示了赖清德的信任度 是58.9% 非常之高 几乎60% 那这个是信任度 满意度呢 都是54.4% 那大家知道 赖清德他上去的时候 他投他票的人 就是勉勉强强至40% 但是100日之后 居然大家对他的信任 和他的满意度 都是坐五望六 那就是可以说 是投100日对他是满意的 那就是这件事都很重要 那既然大家对他满意 他的施政就当然是比较顺利 那不止他 就是这个行政院院长 这个卓榮泰呢 他的施政满意度都很高 他五月份的时候 只不过30%多 那到这个 就是8月底的时候 就去到44.3% 那两个都很重要 一个就是总统府 一个就是这个行政院 就是他们的满意度 都是用一个 十几二十个percent 这样的情况去上扬 那令到大家对民进党的好感度 也都回升到五成以上 来到50.3% 就是可以说第一百日 是相当成功的 就是蔡英文他执政8年 他在外交和两岸政策上 他是全权主导 而且他的成绩是非常之好 大家有眼看的了 但是说到内政问题 现在都慢慢看得出 就是蔡英文一个人 一个总统 他的侧重点 他始终有他的侧重点 那在内政方面也都出了一些问题 那很多人就觉得民进党很贪污 很腐败 那有时我会和一些台湾的朋友 倾慨他们都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来到赖清德这里 赖清德做蔡英文副首 做副总统做了这么多年 他是看得很清晰 他看得出这个民怨 究竟是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在他上任之后 他对贪污腐败是很重手的 而且他是不被自己人 或者是对方的 这一段时间就全部都说了安文哲 前一段时间就说到这一位 行政院前副院长郑文燦 那这个是蔡英文的人 可以说是蔡英文的红人 那他一直都 人家怀疑他是贪污的 他收售的款项大概是 500万台湾的钱 他曾经都很成功地把这个案子割置了 但是赖清德一上场 这个案子又重新了 在8月27日 他就被桃源地检署 告他贪污治罪 不知第几项 他就抓了他 那有些人就说 那这个是蔡英文的人 可能跟赖清德没什么关系 但是不是 跟着的 抓了几个呢 其实都是赖清德的 的系人马来的 关系非常之深厚 照抓 自己人照抓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的做法 一般人都觉得都挺震惊 因为你抓对方就很容易 是吧 你搞几个民众党的 搞几个国民党容易 但是你一抓先抓自己 这个就令到很多人佩服 特别是年轻的选民是很佩服的 那最近的民调也都发现 在20到29岁的族群 对赖清德的信任度 已经升到60.3% 以前只不过40多% 那另一方面呢 这群年轻的世代 对赖清德的满意度 也都升到51.1% 就是信任度就很高 满意度就稍差 那就是表示 人家对赖清德作为一个人 一个总统 他的人格 或者那方面 都是很信任的 但是至于他的政绩 现在可能还是初期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就放在希望之星的会员网里面 那么你点击下面的链 就可以去到我们希望之星的会员网里面 看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这个也是之前我们希望之星的最好办法之一 记得去会员网里面 这里是热光药里面 拜拜 今天就有个期待 这么多的感谢 详细